健康四小寶 是綠茶素 洋蔥素 蘆蕙素 蘆蕙素 這四樣東西 高劑量的植物提取物 針對人體的 癌細胞 作出一些幫助 這四種成份 一定對癌症會發生作用 一定殺癌細胞 這是醫學報告 別人說了的話 上網查就最好 在2002年有三個學者 獲得諾貝爾獎 他們的得獎題目 叫做 細胞自滅 第一個健康食品叫做 綠茶素 可以令到癌細胞自滅 素米心素 可以逼癌細胞凋亡 奴蕙裏 有一種東西叫做 健康食品叫做 綠茶素 可以處死癌細胞 對付癌細胞 用綠茶素 逼它自殺 用酥米心素 逼它衰老 用蘆蕙素 令它擴散不了 大家好 又到星期二的 先人術二 我是野奇 為各位先人 讓我開始開場白 沒錯 現在Facebook有即時直播 以及Youtube也有即時傳流直播 都是那句 我都覺得自己很沉氣 請大家幫我們分享出去 因為這是免費的原話樂節目 讓更多人知道我們的節目 以及更多人知道 我們巴打台 中間賣廣告的時間 有些健康產品 如果大家覺得對 就過來試試 沒有壞的 我們不是像全銷檔一樣 要逼你買 自己自由決定 以及記得幫我們 讚好巴打台的Facebook專頁 以及訂閱我們巴打台的Youtube頻道 因為我們每個節目結束後 就會把當日的重溫 放到Youtube頻道 大家什麼時候重溫都可以 還有我們有條熱線 八一二五六五八六 一千名一條線 大家有什麼經歷 或者有什麼鬼故 都可以打來和我們分享 都和大家觀眾一起分享 還有台興呢 改了日子 不好意思 我的資訊還停留在8月11日 不是啊 8月18日 8月18日 改了在8月18日 地點沒有變 地點是長沙環道833號 長沙環廣場二樓 富林海鮮酒家 費用350元 七時公後八時入席 那張Poster 那張Banner 其實先人已經放在靈異通訊站 大家可以看看資料詳情 那些 我們今晚的主題是 都是Facebook的先人靈異通訊站 的group都有提過 先人會分享幾個獨居老人的一些 失救的靈異事件 是啊 那個就是 我有個客人跟我說 他那個 他那個 他有個 他租那些套房 是 是 那個單位 你知道套房 有些東西一個間 三個 或者四個 那些窖樓很大 那他的朋友 就在其中一個套房 那 就有一次他回到家 他聞到很臭 那 就隔離房間 聞到一陣 就是 他在街外 他在 進去那時候 他一條冷巷 幾間套房 他門口聞到的 但是回到屋就聞到了 屋裡面 是啊 就聞到一陣 好像那些死老鼠味 那樣的 那 初頭他都不回意的 那 頭一兩天 那不知道是不是隔離 那個 撿到一些東西回來 你知道有些人 那些婆仔 那些阿伯會撿 不是他不是婆仔來的 那個 那個都是那些幾十歲 那些 那些單身男人 但是又沒有 沒有親人的 那可能你知道 男人 又吵了 那些菜 那些東西 都不停了 那就住了 那過了兩天 那些味道開始濃 還有一些烏鷹 有些烏鷹飛出來 那他呢 就打電話給那個業主 喂 想著叫那個業主搞定 誰知道好死不死 那個業主進去醫院 又這麼巧 是的 那剛剛那天進去醫院 那他就打電話給那個業主 那個業主 那個業主在醫院裡 就還沒出來 那你也要等他出來 才處理到的 那他不可以去 他不可以去 他不可以去報警 一報警就會爆門 那如果爆門裡面 原來有站 原來那些人 弄了幾個榴槤 在那裡吃 那又沒有丟 我擔心 然後那些就死了 那到這件事呢 他那個業主出來 然後去找那個租客 他不停都有打給那個租客 但是就沒有人聽 那到那個業主出來 已經發生了在一個禮拜 十幾日後了 就是熟事者 他去那個醫院裡住了幾天 他就忍了一個禮拜 再忍了十幾天 那業主出來 一開門 哇 真是周圍都是烏鷹 那種 那種味道已經抽得很厲害 那他們研究過去 應該是 當時他沒有關窗 那沒有關窗呢 那那些味道就在他的房間裡傳了過去 哇 一開進去那時候 已經發脹了那個 那個 嘶水啊 牛蟲 對啦 他應該是失救死的 我們 我當然不是講這些 失救經常都有的 那正常 他有一家屋裡面 其實死了很多天 他應該是他聞到臭味那天 聞到臭味 他已經起碼死了一天幾 不是 你的屍體不會馬上出現屍斑 是不是有一些夏天的時間 但是他開了窗 他開了窗 他開了窗就散了那些味道出去 是啊 那好了 他死了十幾天 但是呢 那靈異在呢 那一天有人死了 那當然有人在樓上樓下 就是在說的 是不是 喂 那裡是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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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死了 什麼室那個 是啊是啊 喂 不是吧 死了 早兩天才和他打招呼 你不是吧 你上去看看 那些警察就在搬他下來 就是 是有街坊 和他打個招呼的 是見過他的 就是他那十幾天 不斷有幾個街坊都見過他的 嘩 又是 是的 一起撞龜事件 是的 但是就 見到他就沒有打招呼 平時他都有和人打招呼的 但是那些人就奇怪 見到他呢 又不出聲 十文九年 是的 那就回到房子 就是 他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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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大廈呢 就 一層很多火的 是 但是呢 背一火的單位就大的 就可以間幾個套房 那你那層樓他都有人認識的 譬如他 他不知道他是不是喜歡買馬那些呢 那當然會 有什麼心髓啊 吹吹水那些 那他的街坊見到他呢 就是他那一陣子很怪 就沒有和人打招呼的 平時也有怎樣的 頭說兩句的 但是呢就沒有說過話 直到搬了一條絲出來 那些人才知道他死了 哇 嚇死了 是啊 真是 還有那個 他已經是 死到都漲了 你夏天呢 那個法障啊 還有開始變異的情況 是會加快的 比起冬天 是啊 喂 媽生兄弟當然不是 笑老婆 他當然不是媽生兄弟 這就變了一個笑話 是啊 他簡直是有人見過他 又打個招呼 還是不同時段的 是不是沒有表情的 又是 沒有什麼表情 只要他見到回家 麥先生 咦 去完馬會來嗎 他不認他的直遍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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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 也是很害怕 劏房也是有很多這樣的事 哎呀很害怕 因為我家裡呢 快去裝修 然後正找地方居住 然後呢 媽媽說最壞打算 會不會去套房居住 因為都是一路的 你剛講我不敢 這個還沒結完了 還沒結完 終於揭發了 揭發了那個人死了 亦都有人見過她是回來的 那那個業主不會因爲那個死亡有人租給人的 是不是 她就馬上就用盡她的方法清乾了那些味道 然後裝修過油過了就租給人的 還有照跑舞照跳的朋友 接著有人搬進來 什麼人來的 新的租 是一男一女搬進來 情侶了 但是你不問 不會有人說的 還有我客人的朋友 住多了一個月 差不多一個月 因為還沒找到別的地方租 她還在那裡住的 你要同價 她要找幾千元的 你不是那麼容易找的 就有一對一男一女搬進來住的 裝修好住了沒多久呢 那一天見到她的朋友 一齊出門口就點頭 接著過了兩天 那個男生就問她 她說 你在那裡住了久不久呢 我都幾久了 我都住了半年了 她說 不好意思這間房子 這間房子以前租給什麼人的 她說租給伯伯 是呀 是不是租給六十多歲的伯伯 是呀 她說她搬了多久呢 她說 她是抵死 她是沒有回答她的 她說 她都搬了很久了 免得嚇死她 她說 很奇怪的 早兩晚 她連續兩晚都走來敲門 說漏了些東西 她說 漏了些什麼呀 不知道呀 她說她是否讓她進來看看 行不行呀 我當然不讓她進來 我女朋友在那裡 我怎會讓她進來呢 接著呢 她的朋友跟她說 即是我的客戶的朋友跟她說 她應該都沒有的 漏了些東西而已 應該沒事的 可能那些老人家緊張而已 不要管了 接著她聽完她問了之後 她一隔個星期呢 隨便回到公司那裡 寧願打地鋪都不在那裡逃亡住 即是回來了啦 即是那個爸爸連續兩天回來敲門 她不知道她留下了些什麼 總之她就回來了 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死了 當然 她應該是 突然間絕死那些 是的 她絕死那些應該 那大家同屋主又不是同她親戚 你沒理由知道她是死因的 是吧 那她又是找回 你有幾千元的套房 你通常在那個區找的 你去不了另一個區 那些組合 好啦 如是者呢 那麼去了其他地方 終於又找到一個新單位 在那個區裏 有一天就撞到 撞到那個 那對情侶 那對情侶 那對情侶的男生 那對情侶的男生 這個人你又不出聲 那她的朋友呢 被他撞到沒有聲音 急急的走了 他又很難做的 真的 他又還在住 然後他自己都在住 萬一他趕了給業主丙 那怎麼辦呢 是嗎 走的時候 如果你是圓的走 好像可以拿回按金 如果裡面沒有東西 沒有處沒有爛的話 是的 但是你不是住那個房子 你這個理由 業主有權 不退回訂金給你 不退回按金給你 現在不是我有問題 你怕鬼了 我不怕 因為我不在這裡住 你知道你是業主 他不可以不退 我意思是說 你那個搬走了那個 如果他趕了出去 萬一那個業主知道 刁難他 不給他按金 那怎麼辦 是的 那他都很慘 很想告訴你 但是我又 那個情況 我又不能夠告訴你 那怎麼辦呢 唯有被你罵 Youtube那裏 有位觀眾 就說 過了一晚了 夜期不用再打羅打鼓 叫人訂閱巴打台了 我們不只是期望那一萬 當然越多越好 我也會繼續做回我的責任 就是呼籲更多人 去訂閱我們巴打台 和Like我們巴打台的專業 要讓更多人知道 我們這個台原來有這麼多好的節目 沒錯 那小老婆下次給阿伯回來拿些東西 因為進來不願意走 本來那個房子是他 他沒有退租 他死的時候他沒有退租 隨便找個角落頭蹲在這裏 就是了 他現在他拍門進來問你已經好什麼了 很禮貌 很禮貌 一睡在你兩個人的中間 你真糟糕 我聽過有一個故事 就是 又是套房 那個靈體 那個朋友 是穿過門在他面前 然後在電視上拍過 然後就消失了 慢慢的失敗 消失了 即是進來在電視那裏過去 因為通常套房你知道 可能這邊是洗手間 總之這裡一定是放電視的 然後這裡是床 然後那邊是門口 他是看著他穿過門 然後是很實體的 然後在電視面前拍過 然後慢慢的失敗 沒有了 噢 噢 這些是給我們的節目 我們節目的人去租就差不多 即我要拍攝 那些夠真實 另外還有一個是怎樣 這個街坊 他們有幾個姊妹 有個弟弟 那我媽媽就比較暗沉 各樣叫生氣 即是比較 很囉嗦的人 那些子女就很害怕跟他住 即是你肯 你另外一半不肯 那個你媽媽當然要引他 我受不了 他媽媽是自己一個人住的 那通常我這個街坊 他就很疼愛過媽媽的 經常上去看的 那有一次就去旅行 去過那些三天兩夜的 很短線的那些 就想著 不用通知那些兄弟節目 那我去兩天就回來的 那去了回來 那一回到 那一去完 就拿了一些 就是回大陸那些 三十兩夜的那些 那些 譬如他不知道去惠州 還是什麼 拿了一些梅菜給我媽媽的 一開著門 他媽媽就已經坐在電視那裡 可能心機減塞 那坐在電視上 就這樣坐在那裡死了 哇這些 真是幾世修來都沒有這麼好福分 他不是 他死了幾天的 他可能死時很辛苦 他就因為兄弟姊妹多 因為我這個街坊很疼愛我媽媽的 每天都會上去看她媽媽的 那些姊妹呢 他就想著 免得通知那些弟妹去兩天 哪有這麼巧 每個人都以為那些姊妹會上去看她 誰知道那媽媽就死了三天 那 真是牛臭 那死了三天 那死了三天 那當然一開門看到那媽媽死了 那就報警 然後就打電話給那些兄弟姊妹 就告訴她 那媽媽走了 誰知道她打電話給那妹妹 她剛剛想打電話給那妹妹的時候 她就沒有打電話給她 她說喂 媽媽早兩天 昨天打電話給我 她說什麼 她說 你回來的時候 記得買手信給她 她說她怎麼跟她說 她不是在家裡打電話給我 那個電話在家裡嗎 但是呢 她見到 她 她進去看她媽媽坐在電視機前面 就是看電話那裡死了 那個電話在櫃裡 但是那個電話真的放了下來 那個桶 但是 那些進來的救護人員 她一進去 就是不對勁 那些事班 一定不是死了一陣子 那她才報警的 跟著那個 那個十字車那人跟她說 喂 爸爸沒有死很多天的 起碼 起碼一兩天的 應該你一來 你一去旅行 那一天她已經死了 就是她可能拿著她的行李一落樓下 她已經走了 就是她總之她出發 她應該死了 她不是死了一兩天的 她看著她就開始漲 那些 是啊 她們查到的 沒有可能是剛剛死的 但是她妹 她媽媽昨晚 應該是她媽媽死了 就打電話給她妹妹 叫她妹妹 記得提 因為她們有什麼的 她們有 那時候還沒有WeChat的 她有那些大陸電話的 因為她經常去短線的 她有那些大陸的電話 她妹妹是會聯絡到給她的 所以她媽媽就叫 她媽媽就打電話給妹妹妹 她妹妹就打給姐姐 其實那時候她媽媽已經死了 已經先走了 但是她妹妹很清楚聽到 她媽媽在電話裡跟她說 記住叫姐姐買東西給我 都不忘要手信 是啊 這個媽媽到底 她多想著姐姐跟她的手信 不是 她知道她是惠州 她喜歡吃 可能她媽媽是很喜歡吃的 喜歡吃那個特產 但是我當然沒有問得那麼清楚 是吧 這些 但是獨居老人 就是有道具獲命的 就是有些老人家 她又不喜歡那些人覺得她沒有用 她是喜歡自己住的 但是你自己住 你真的要照顧自己才行 其實是危險的 是啊 是啊 這次講到這裡 我們講過後回來再講 Daniel 之前你有什麼問題 要吃這個四小寶去調節身體 肝硬的三期 然後找四小寶 為什麼你要買四小寶 健康四小寶 吃這個呢 我又覺得奇怪 成分高 因為成分高 你說16顆健康四小寶 就等於人家200顆的成分 差不多了 是啊 那你現在吃了之後 你好像剛剛早前才 赤了個癌症指數 現在說是怎樣呢 那個近況是 江酵素 腎上腺素 那些指數全部都正常回來了 那顆擴散了癌 現在有 現在只剩下一個黑影 即是沒有了癌 應該就是沒有了 健康四小寶的癌法 其實是英式皇室癌法 是啊 那你還要怎樣去輔助 你好像說粥粉麵飯 你都不吃了 是啊 最重要是咳糖 最重要是咳糖 那個是一個南亞裔人 叫德仔 他基本上 一條頭髮找不到 年輕 今年30歲 用了洗頭水 加精華素 用了一個半月 就見到我們現在那個廣告 圓形頭殼 出頭髮的情形 他的毛毛 用了 就全部出了 那可能遲些 等毛囊疏通了之後 會濃密很多 方便